你这是买的啥 哎我这是买的一些小动物很可爱的 还买咱家都成动物园了 呀老鞭 小乌龟 9块8买多少只啊这是 我买了10只送一只 11只9块8几毛钱一只 哦对啊 看他这个品种不是乌龟 是甲鱼 家里已经养了两只乌龟了 这现在又买了11只甲鱼 这长大了咬你 这你也敢养 你看 这亲人啊 因为他小啊 对啊长大了有感情了 肯定就不会咬我 这甲鱼还都挺活跃 现在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养啊 是跟那个乌龟养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我想到办法了 因为他们不是会爬吗 所以我就把乌龟那个刚移植给他们 但是不能让他们跟乌龟一起 来吧看我怎么做 人家乌龟住的好好的 他现在要把人家的窝让给这些甲鱼 来吧 乌龟恨死你了 你怎么能出 大别墅换成这张小平房了 这两个还不知道在这爬的这么活跃 出来吧 让人家住在这里面光秃秃的 哎呀我给他抓一把头沙不就得了 房子给让过去了 但是我不可能亏待你们的 来来我们现在看着一只小甲龟 哎呦游的好好欢啊 小甲龟进去吧 一手三只龟 都爬的好欢啊 你看都往那边边上爬的 他们是不是应该生活在泥土里面 往里面钻呢 啊就这样子 因为他们寄过来说就是这样子 我们给他里面逼着原味 大家没啥事 里面有一只在捉冻 别给他扒出来了 老五有点害羞 看到你在那拍照 他就不敢动了 哎呦可爱了 他们像吗 他们会抓住 抓完之后他们就不动了 哎呀好可爱呀 给我少女心就给蒙瓜了 这一下我们家里算热闹了 十二只龟 一群鱼 还有一只狗 一只仓鼠 幸亏那两个鸟 那时候送回老家了 要不然真的要开动物大会了 看到这些小甲鱼这么开心 我也感觉值了 所以不需要你给我买一百只了啊 你打什么乳也算吧 天还没黑就开始做梦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视频节目说明天再见吧 拜拜 大家还想看我养什么动物 记得跟我妈说 我妈最充本了 不买